撿垃圾这个活也得靠运气 你看我下去了 在那守了半天就不能拍了 因为一事不成 就在那蹲守的一身汗 我再过几个小时再去溜溜 又弄了两包干垃圾 这里边好像吃的 这边一看是用的东西 具体是啥我也不清楚 这边太晒了 咱拿到一边抖了去 这两袋是能利用的 我就拎回来了 我不在外面给大伙看了 我看这两袋垃圾挺干净的 所以我就很放心的拿到房间里来 慢慢整理它 来咱们看看这一袋这有什么东西 我天都快黑了 我今天整整守了一整天 来来回回的 再怎么还有点收获 这袋我看挺干净的 就给它剪回来了 而且里边我说了 我看那时候看到你看就这个 这个是充电的插头 应该是以前的了 这个地方都没拆过风 应该是以前那种手机的插头 这是Type-C的接口吗 好像比Type-C还小一点呢 这是现代汉语小词典 妈呀这是哪一年的 我看一看一点 1979年 我又捡到骨头了朋友们 1979年3月 这本小词典是根据现代汉语词典 压缩改编的 小学生用的 妈呀七几年的天呐 我又真真行 你看以前的字典多大多厚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上学 那个字典已经很小了 就超小那种 有着一半大的那种 1979年 妈呀又碰到骨头 我发现捡垃圾 你大部分不管是桌子书籍 还是什么的都是骨头 其实这个挺有收藏价值的 如果家里有地方的话 我先放一边 我没说我要收藏 我只是放一边 这个充电器是用不上了 说认它是新的 毕竟电子产品改进会耐太快了 然后充电器 这是什么东西 上海什么房地产 这应该是 房产公司发的那种宣传的东西 就是 做广告的那种 它是一个米尺尺子 朋友们 其实这个尺子还挺实用的 多长尺子 一米 一米的尺子 其实这小东西还挺实用的 就是你捡的东西 往往都是你想不到的 我先放一边 我觉得这个还没准可用了 这个是美工刀 绣成这样了 这是没用了 太绣了 这东西本身就不足钱 两块钱还一块多钱一个 这是扑克 朋友们 新的扑克 姚记 中国十名商标 上海 姚记 扑克股份有限公司 这我也 我也不刷钱 用它也没用 这也是一个 充电线 这是Type-C接口的 新的 这些人怎么把这新线都扔了呢 是不是现在用的Type-C接口 总感觉 比现在Type-C接口小呢 我先放一边 这又是一个充电线 这个好像也是Type-C的接口 而且也是新的 也许他们家没有这种 就是说 用这种接口的 那个产品 这是啥 它不是铜的 它看起来是铜了 它是电镀的 这是干啥的 这玩意干啥用 搞不动 等会 这有个小礼盒 我对小礼盒感兴趣 就想知道里面没有惊喜 万一里面有钱 或者金首饰是什么的 我有点紧张的打开它 初年大吉2023年 今年的 我还空的 你说你放一枚镯子 给我个惊喜 多好 我打开这个盒之前 真挺紧张的 没想到让我失望 这是什么 文香叶 文布丁 估计过期了 你看这年头多了 上面都脏了 这是啥 这是给电池充电的 好像是 是不是给电池充电的 这全是电器 是给电池充电的 新的 还这么多数据线 这摊家扔的全都是Type-C接口 朋友们 你看 这有Type-C接口了 这也是Type-C接口的 它就是扔Type-C接口的 这是个镊子 胶带 这也是个充电的插头 应该可以用 我试一下 虽然是老了 富满了灰尘 再加上很老很旧 人家就是扔垃圾扔的 我看看 用他们这个新线 关键我没有Type-C接口的东西 我也没有 但是如果有的话是可以用的 哇 这还有呢 这是啥 这也是Type-C的 我去 几根线了 一根两根 六根线了 朋友们 六根Type-C接口的线了 这还有一个 七个了 我可以卖数据线了 这是什么兜子 布兜 这里面没啥的 还有一个小本子 看起来没啥用 包中还有个包 看看我就喜欢拆包 这个小兜 看起来挺新的 这玩意能装啥也不大 看看里面有啥东西 你看这玩意就不值钱 但是看到东西之后心里一颤抖 这可能是两元店的东西 你看 这个小包 装点碎银子 装点硬币还行 这么大小包还真没啥装 还真用不上 估计就是用不上人家扔的 看这啥 铁子 这个好像是放名片的 什么 我看看 魅力 向辉助军好运 然后这个是花花公子的名片夹 我不能暴露人隐私 这里真有名片 但是我们真的不能暴露隐私 这有名片 我偷门看一眼 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天哪 这里面有名片 而且是一个高级工 这里面有名片 而且是一个高级工程师的 不能给大伙看 这上面地址 什么名字 什么都有 这个不太好 这个我觉得 应该把人家这个名片给人家撕毁掉 花花公子 原来这个扔垃圾人是个高级工程师 放一边 一定要替人保护好隐私 这什么东西 这是一个笔 这个笔还带Type-C接口 直接跟Type-C接口 怎么就干上了的 朋友们 这笔记都出来了 热了热伤风 我看是不是Type-C接口 这是Type-C接口 插一下 还真是 我的妈 今天就跟着Type-C接口干上了 插上了 但是这个东西是个笔还是什么 这也打不开 这也不是拧的 这是个手电筒 这是手电筒吗 这地方有一个 看看能不能用呢 哇 还能用呢 还有个Type-C接口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应该是就是说随身携带的一个 就方便使用的 它不是笔 看起来像笔 它是个电筒 这个光还挺强的呢 然后它是充电的 但是看起来年代很久了 上面都生锈了 估计十年是有了 我再看一下 瞰眼睛吗 瞰瞰眼睛 朋友们 瞰眼睛吗 瞰眼睛 真瞰 还挺亮的 这个东西挺好的 我留下了 真挺好的 然后加上Type-C接口 一共7根线 这不是配上套了吗 挺好玩的 这是干嘛的我就不知道了 这好像是脸部按摩的 还是什么地方刷东西的 还有一个头 这个头不行了 粘头多了 坏掉了 风化了 这个咱也不能用 解垃圾这个事一定要多走 而且多守 没事你就往来一堆那看看 我们这个小区我说了 就这么一个垃圾的吃放点 而且白天的时候没有人扔湿垃圾 全都是分类分好的 用干净袋子装好的 这样的垃圾放在那了 这一袋是吃的 有这个啥 打开看看 它是那种没吃完的 咱不管是谁 有的啥 好像是什么 等会儿就掉渣了 我还以为是拌袋好吃的 原来它是残渣 可能是包裹一层很酥脆的东西 里边的坚果仁吃光了 外面酥脆的东西给扔掉了 我还以为是瓜子仁 或者是什么坚果之类的 不能利用 拌袋不能用的 这也是一个坚果 坚果盒空泽 往这家里边蒸 收垃圾的垃圾堆了 这个下面写的是花生 看看这个花生 因为你看这口子都是这种封口的 这是刚刚扔出来的 我们这即便是白天扔垃圾 也是有保洁人员 可能每两个小时过来清理一次 你要赶在保洁人员没来之前 然后就垃圾积攒差不多 你去收了一番 你就把这个时间掌握好就行了 这啥 这个是花生 上面写的是花生 也确实是花生 剩了有三分之一 这是谁不想吃的 这没过期 当然我也不会吃的 扔的吃的我不太感兴趣 这个一眼我就看到 生普斯 北海道口味的生普斯 日式的 层层绵柔 香醇浓郁 其实我剪这个袋子的时候 我就闻到一股奶香味了 就特别香 就是那种动物奶油 和牛奶的那种鲜味 你看 其实之前我都看到了 我用左手拿了 看 这个三片 还有三片吐司 这是日本北海道那种 这应该挺贵的 保质期4天 5月28号 5月28号 今天是6月几号 5月28号生产日期 今天是6月3号 还是4号 3号4号 我没注意 没看日期 也就是说今天是刚刚过期 就临期的 好香啊 好多时间没吃吐司了 真行 都馋了 先放一边去 放一边去 这吐司包装 也干干净净了 牛奶吐司 这是就这么几袋东西 这个是我今天的全部收获 就是剪下来有用的东西 这点 一个是已经这样子的 手电孔 USB接口的充电的 正好它扔的数据线也蛮多的 那么多Type-C接口的线 它正好还真差Type-C的 还有这本79年的词典 那个年代还卖8块5呢 我觉得收藏起来挺好的 还有这个名片夹 这是花花公子 是个品牌的 里边还有主人的信息 一会儿我把名片给它销毁掉 人家是一位高级工程师 这东西可留可不留 因为这本身就是 相当于人家也是白剪的 我在白剪 经了好几手的 有点脏 待会给清理一下 它不在地方 我就看着你看这么小的东西 它不在地方 这要是凉起了个东西 还挺方便的 柜子插上 能用就用 不能用我也就扔了 这就是我今天的收获